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种特别适合养这个猪顶红的粪肥 这个粪肥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 鸡粪 鸡粪呢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有机质 特别是里面的弹链甲元素都特别的丰富 拿来养化就是特别适合 特别像猪顶红这种植物呢 我们在给它栽种种球之前呢 先在盆底呢 给它垫上一层土 然后呢 放上一层这个鸡粪做底肥 然后呢 再垫上土 将这个猪顶红的种球啊 摘进去就可以了 摘种种球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呢 摘得太深 留大概一半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将这个积分呢 作为底肥 那么这个猪顶红呢 就能够吸收到足够的养分 特别是弹链甲元素 那么它的种球呢 积蓄了养分多了 那么它就特别容易在花期的时候串花件 像我这盆的话呢 就是在盆底啊 给它垫上了这个积分 现在呢 已经串出了两根花件 像这一个花件上面有两朵正在开放的 还有两个花包呢 还没有完全开放 就相当于它有四朵花 这样的长势啊 是特别好的 就像它一个种球的串两个花件 一个花件上面有四朵花 长势啊 特别的旺 所以呢 我们在给这个猪顶红栽种的时候啊 就可以给它在盆底的垫上一层这个积分 但是呢 如果你已经栽种了这个猪顶红了 现在不方便给它换盆的话 给它在这个盆底旁边啊 挖一圈小沟 然后呢 埋上一点这个积分就可以了 直接呢 埋进去 不要埋得太多 也不要埋得太深 然后呢 埋回这个土就可以了 这样呢 它也可以起来一个很好的补充营养的效果 这个种球啊 吸收了足够的营养啊 它就急需的养分多了 串的花件呢 才会更多开花 才会更旺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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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